所谓国际科学家究竟是什么身份 公开信发起人中的一位 是美国智库大西洋理事会高级研究员 这无法掩饰他曾是美国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委员的政府背景 和政客本质 还有一位是银行的数据工程师 却冒充病毒复原问题的专家 发表未经求证且不负责任的言论 正可谓是无知者无畏 公开信还提出 由西方国家与七国集团 美日印澳四国机制等 共同开展替代调查 这是个别国家假借所谓国际科学家之笔 暴露了其真实想法 就是毫不避讳搞有罪推定 不加掩饰搞政治操弄 我在此强调的是 溯源的工作是科学问题 坚持依靠科学家 坚持科学态度 坚持运用科学方法 才是正确路级 任何把溯源问题政治化的行径 都是在独化科学研究氛围 阻碍全球溯源合作 破坏全球抗议努力 我们奉劝个别国家和有关势力 停止这些拙劣的表演 真正为人类生命健康 做出积极的贡献 如果你说的部罪询勿力 这是许多幺了 说的有可能会被揭上了 这件事开始 咱们的风筝 在美国 有可能会有一个柺形 优优优独播剧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